你不是說他無能嗎 你不是說他不試任總統嗎 結果你現在說我支持馬英九 繼續無能繼續不試任總統 這就是國民黨大佬的水準 國民黨大佬就是這樣子 吳伯雄高一仁就是這樣子的水準 所以馬英九當然拔劍似乎 心茫茫在國民黨黨內沒有對手 他也看不起民進黨 因為馬英九的核心現在就認為 民進黨2014等2016 沒什麼沒什麼對不對 我2016我就操作你蔡英文跟蘇貞昌的矛盾 這樣就好啊 那你民進黨也沒辦法挑戰我馬英九 所以你看馬英九雖然這個國家 讓他搞得亂七八糟 真的是治理得很糟糕 今天連那個余愛台 蘋果日報的專欄都寫說 現在人民要自求多福啊 不用寄望於馬英九 這個人滿嘴國家滿嘴政黨 但是他所做的都是在傷害國家 傷害他的黨 但是很怪的一件事情 讓人家遺憾的是 在野黨不爭氣 黨內 國民黨黨內的這些大佬 跟所謂的年輕的一輩 沒膽量 沒guts 所以搞到現在馬英九一個人 做爛 但是還可以繼續耍弄全力 這才是我看到的 真正的新台灣悲哀 劉大炮 到底這段時間一直誰在放話 這個一定要查清楚 真的是太奇怪了 而且這搞得會是什麼 責任政治在那邊 這個傳聯裡面 有一個都很重要的 就是江宜瓦 可能為了要去選台北市的這個市長 第二個 最近如果一個引爆點很重要 是12年國教的話 昨天什麼 馬英九找了教育部長到中場會去報告 對不對 他說他什麼 心疼我們的教育部的部長 通常他以前笑容很多啊 最近真的太勞累了 然後他開始傳見情 國民黨立委去 開始去 去留人了 我們教育部長說什麼 他要留下來繼續拚 結果今天傳出來的消息是什麼 不是教育部長要下台 是行政院長搞不好就要下台 連日期都給你了 而且準備 要去選台北市長 怎麼搞成這樣呢 如果江宜瓦下台 然後才去選台北市長 那個幾乎是 阿婆神經病 不可能了 那這個江宜瓦 他本身就是一個聽話的人 當然如果馬英九要他選 他當然會參選 如果馬英九沒叫他選 叫他自己一拼 我看沒這個膽了 但是我想 現在令人最痛恨的就是 就你剛剛另外一點 就你剛剛講 為什麼有這麼多消息 當我們經濟不好的時候呢 蕭小就通通跑出來了 你可以發現 當年經濟不好的時候 哇就有劫活搶劫了 或者是什麼小偷增加了 或者說有各種犯罪的行為 都跑出來了 現在情況也一樣啊 當經濟不好以後 你看那個 中壽生 高中中壽生 可以跟男朋友去把 要燒掉家裡爸爸的這個生命 那也有人這個 一點點錢賺不到 就把父親這個砍死 這種現象就是說 這個亂世已經出來 很多的這個妖魔了 但是我更擔心的是 馬英九 是一個非常會說謊的人 我還是要再講一下 陳水扁是一個真小人 但是馬英九是個偽君子 2005年他選黨主席 他不是講嗎 黨產歸零 真的要歸零嗎 親民黨當時用了一個技巧 讓黨產要歸零的這個動作 進入到這個委員會的時候 所以把它擋下來 把英九把它擋下來 可黨產有沒有歸零 沒有 後來剛才立鴻講的那一段 包括君賢講的那一段 2009年 所以要提出一個改善辦法 沒有 各位 2011年 就民國100年的時候 那段時間 黨產正要賣 那個時候秘書長是誰 金府崇先生 我們也認識當過國民黨秘書長的人 他們都告訴我們說 黨產只有行管會主委在管 所以各位 一個黨主席行為主委 一個行為主委 就是黨主席在管 這個行管會主委就是大掌櫃 各位有聽過徐立德 有聽過這個 這個所謂的劉泰英 後來的張哲成 對不對 後來你聽過誰 沒有了 叫林詠瑞 林詠瑞之後 林詠瑞用的時候 在那段時間賣黨產的時候 是很認真要賣 可是呢 這個金府崇先生 就做了很多手腳 所以黨產沒賣出去 現在行管會主委誰 林德瑞 是誰用的 是金府崇用的 所以剛才 我要求證一下 這個立宏說的 林德瑞 是金府崇用的 全部從 嘉義縣的這個立委沒選上 就讓他選這個 嘉義縣的這個 縣長沒選上 就當國民黨副民主席 副民主席 以後就當行管會主委 各位 有哪一個秘書長去管黨產 那當然是馬英九交代的 馬英九有沒有私心 你不要說你沒有私心 如果你對黨產沒有私心 為什麼今天 終於你露出現行了 你說黨產 黨產是這個黨營試驗 如果沒有黨產 怎麼運作法 那你的原型都露出來了 不是要歸零嗎 不是要改變嗎 不是要全部賣出去嗎 留下一些退休金 請問你為什麼說今天 你說沒有黨產怎麼如何運作 那我請問你 民進黨有黨產嗎 沒有 台南黨有黨產嗎 本黨更是沒有黨產 本黨是負債的 全部是宋楚瑜先生 一個人在負責 這我要想說 原來國民黨是靠黨產的運作 所以更是如果要台灣民主化 就是馬英九剛才的七大政見裡面的 第五項 要推動民主化 那好啊 那就把黨產通通歸零 通通捐出來啊 各位 馬英九先生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國家發展研究院 國民黨的那個 木炸那塊地 當時賣給某建設公司 40億 結果要 那個公司還在你選總統的時候 每天登個頭條 說馬英九請你實現你的諾言 因為怎麼樣 你當一人家 你要變更他的讀讀計劃啊 結果一直到 你2008年選上以後 因為當時 這個好隆斌不願意變嘛 可是礙於現實 好隆斌也是個現實的投機者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 你馬上要求這個好隆斌把它變過去了 現在價值多少 300億 各位 有什麼錢這麼好賺 40億變300億 那我請問 這裡面難道沒有所謂的那種 我們什麼回 回什麼 什麼條款 山中不是有一個條款嗎 回溯條 機制 對不對 回溯機制 山中的那個條款更離譜的是 那當時買這個山中的人 根本沒有輸到一毛錢嘛 我在想 馬英九先生 你和金普松先生對黨產 你們是不是有任何私心 你為什麼換了受託人 受信託的人 又換了董事長換人了 我請問 黨產如果沒有 你沒有私心 金普松如果 你沒有私心 為什麼黨產到現在 沒處理掉呢 有這麼難嗎 你是不是有什麼私心 還是你們現在 黨產已經在處理到個人的賬戶上面 要不要公開給全國人民知道 山中怎麼處理 要全國人民知道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全國的 曾經是國民黨黨員的人 現在是國民黨黨員的人 我要請問 有沒有人在請客為馬英九再拉票 有 為什麼 這個 這個 黨的副主席 要下來去幫你服選 什麼原因 增加你的投票率不要難看 我要特別拜託 全國的 現在是國民黨黨員的人 請你不要出來投票 如果馬英九沒有辦法 把黨產說清楚的話 請你不要出來投票 2014年不要投給國民黨 2016年也讓國民黨再落選 郭大哥 現在人民最關鍵是什麼 司令國家搞成這麼亂 一直變一直變 到底真相是什麼 是誰變的 責任追清楚 那今天最新的發展是 馬英九都當著教育部長在那邊說 我心疼 那國民黨立委已經開始去挽留他了 所以看見現在部長是不會換 接下來看見什麼 真的是行政院長要去負責這個責任嗎 這真相是真的 他一個人轉變 然後馬中有沒有責任 這個我們要追 第二個更讓我們難過的是什麼 我們跑心跑這麼久了 一個行政院的院長 上台不到五個月 就一直在傳說他可能要下台了 這裡面就是兩個很複雜的 一個是總統的佈局 他好像人事佈局 是有可能把一個行政黨抓去 選台北市的市長 第二個 就是因為做得不夠好 可是他不是好好去討論說 他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好 就馬上要換人 如果有一個女人對我說 他對我心疼我相信 但如果有一個男人對我說 他心疼我不相信 你會是馬總統說 他心疼教育部長 這個本人 男人不要相信 另外一個男人對你心疼 他會心疼另外一個人 不在台灣 好 麵包裕人 其實他是高估自己 低估馬英九坪坦白講 他的重炮可能是有所图 但是新国几天观察以后 马英九你看今天 在中场会回应了嘛 反击他 所以高一人这时候就刷开 他想到他女婿 又回来表态 其实马英九并没有想象那么弱 毕竟高一人跟我们媒体人不一样 我们没有包袱啊 我们没有后座力啊 高一人只有后座力 就是指挥人士长 你会继续被贬义 我知道新北市长的幕僚啊 一直在讨论 到底要继续争取新北市长连任呢 还是直取总统呢 我对这些幕僚 有些好朋友跟你们讲嘛 我看这个情况 你们要准备继续连任新北市长才是 我在引用黑格的话 有存在才有价值 存在是价值 对中华民国来说是 对朱立仁士新北市长也是 是没有新北市长 什么都没有 我谈吴敦毅 其实去年轰动一时的周刊销印 吴敦毅跟马英九是疏离的 吴敦毅也被死当 但经过这一次风波以后 吴敦毅是败复复活的 显现在两个现象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二 吴敦毅会到处打探 比如说会拜访一些大佬 问说 你那位党内某某某 会不会出来选总统 到处打探 他要把那些假想的一些 导出来 这些话 话中有话 表示吴敦毅是非常积极 郝龙斌 他想 蓝绿通吃 今天 陪 马主席 昨天今天都陪马主席 挺深蓝 但是不久前 他还要给扁特色 挺深绿 我要是豪龙斌 我会精神分裂 我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问题是太极创新案 好 市长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这样一话 经过复议案 经过十二年国教 彻底落势 我应该这么说 1949以来 行政院长最落势者 就是这样一话 还需要再谈他吗 这不重要 老师我用李光耀的话 来回应各位 我刚提到这本书是 一个90岁的 很有睿智的 经验丰富的老人 资深